我們今天來試駕的是 寶石捷的Panamera 4 E-Hybrid 簡單來說 它外型跟其他Panamera車型大同小異 可是最明顯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的煞車卡鉗 也只有Hybrid車款才有這種螢光綠色的卡鉗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上路來看看 寶石捷的油電跑車是什麼樣的感覺 走吧 我們先來複習一下它這個動力系統 這個油電系統 除了2.9升的雙渦輪V6引擎之外 都有這個電動馬達跟電池 重向馬率就來到462匹 哇 扭力厲害喔 700牛頓 這樣等於71.4公斤 甚至有些自然進氣的超跑都沒有這麼猛的扭力 會覺得它開起來好輕快 它的車重超過2噸 對 可是它那油門還是好輕快 那另外就是它在那個電池充飽電的時候 其實它是可以走存電的 對 那問題是它存電 不是那種軟趴趴的存電 是那種 你一樣可以有速度感的那種 對對對 那另外我覺得比較不一樣就是它不管是存電還是油電一起出力的時候 你不會像說我們日系你會覺得它那一套油電系統是給省油用的 它這一套油電系統根本就是給省人用的 對對對 其實你真的找不出來說 它什麼時候是油 什麼時候是油電 什麼時候是溼電 什麼時候是溼電 對 就隨時都很有那種跑車感 我是覺得它這個隔音做得非常棒 現在我們用純電模式行駛的話 一般你如果隔音做不好的話 可以聽到很多雜音 對對對 甚至車上有很多ㄍㄧㄧㄥ的聲音 這都沒有耶 對 車體很結實之外 這個隔音做得很好 它現在這個開起來就像那種高級豪華房車的那種感覺 再來就是 剛才你全油門的時候 它還是一樣就是 加速很線性 是 很像一個大CC數的那種自然經濟引擎 對 它動力是越來越高越來越高 越來越強 對 不會說像印象中的渦輪車是 突然衝起來突然下去 是 所以它這個寶石街它在引擎這一塊做得非常厲害 它那個機電整合的真的是沒話講 你看就算儀表板還有顯示那個能源圖 說現在是給車輪還是車輪傳電能給電子 根本感覺不出來 就只是個圖像 真的是做得很成熟啊 雖然這麼大這麼重一台 對 但是保有它這種跑車的基因在裡面 沒錯沒錯 它至少可以四個大人 然後載一個行李去來個長途旅行 對 這個真的是三五好友出門 就是用這一台 那Hybrid跟一般渦輪版S版 恐怕你會怎麼選 我個人還是喜歡聲浪 雖然它也有聲浪 對對對 而且這個價格 哦 六百零五萬起跳 對對 那我們這一台四乘車其實又額外選了快六十萬的配備 所以車價都來到大概六百六十多 我覺得保持街真的是把它的產品更多洋化 你可以從入門的 然後到四輪傳動的 然後到馬力更多的 到油店的 我覺得它好像那種 性能車中的Golf 對 就車型真的很重多啦 而且仰起來也比一些超跑 再輕民一點 對啊 因為你看它每年在那些可靠度 或是滿意度 其實保持街表現都一直在名列前茅 它沒有那種難相處的怪脾氣 接下來我們還會有什麼保持街的試駕呢 可能會排到KMAN 或者是911 哦 這種座位比較少的 對 好 不然那個凱燕和Panamera都是四人座五人座 對 體驗一下雙人座 要體驗到他們真的精髓的 嗯 好我們就期待我們之後的報導吧 下次見 拜拜 拜拜